耗石通 室外4G球机 模样和海康的有点像啊 转过来 这是它的具体信号 这边 设备内置4G SIM卡 打开看一下 说明输入电源适配器 防水头 固定螺丝 海康的这是圆的啊 这是有点防径啊 差不多 这也是白光全彩的 这边打开看一下 这边是复位按键 这儿你可以再插一张SIM卡 它虽然内置一张 你可以再插一张 这边插存储卡了 下一步给它通电12伏的电 咱用这个电源给它供电 这个灯已经亮了啊 这时候它需要一个自检的过程啊 大约一分钟 咱啥也不用管 就听它提示就行了 这个操作很简单啊 相机启动成功 等待注册平台 咱们等一会儿啊 等它注册 就等它提示就行了 看现在的功率啊 刚才电机转动的时候是5点多瓦 现在是3点多瓦 已注册到平台 请使用手机APP 扫描机身二维码添加相机 下一步咱们打开软件 扫描它机身二维码 就是左边这个二维码 打开海康互联APP 然后点右上角这个加号 它就可以可以扫描啊 然后扫描左边这个 发现设备了 其实我们按机身上这个复位键 你按一下就行了 按一下它会响一声 然后按照引导输入密码 然后设置成功了 这个很简单啊 按照引导操作就行了 咱们看一下画面 我把它装到架子上了 看一下这个距离 从这到这个凳子那是2.5米 大家参考一下 这是手机截屏 按手机上的方向键 它可以左右上下的这样转动啊 然后再往上来点 咱们看一下红外灯开启 黑白图像的效果 这个是电子变焦 它没有光学变焦 然后再拿出手机APP 打开白光补光 看一下彩色的画面 可以对比一下 这是彩色画面 4毫米镜头 2.5米距离 400万像素 大家参考一下 再看一下它自带司机卡的资费标准 打开流量管理 然后首先这个500兆呢 是免费的 让你测试时候用的 再往下翻 下面是套餐的资费标准 根据自己需要选择 你看第一个是包年的 179元 这个是比较划算的 再往下来 你看这有个信卡福利 2GB 可以使用30天 这也是免费的 咱们点领取 免费领取了 成功 有电无网 你又想实现手机远程观看 双向对讲 那么耗时通这款司机球技呢 就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见 拜拜